各位朋友大家好 我是幼稚医师陈慕容 最近新型冠状病毒的疫情 让很多朋友都知道洗手很重要 除了用肥皂之外 使用酒精或干洗手也是可以清洁手部的 有些朋友觉得用越多就可以洗得越干净 其实这是错误的观念 使用的量只要2-5cc就可以了 将酒精或干洗手 喷在手心、手背 并搓揉20秒就完成 另外还要提醒几个重要的洗手时机 吃东西前、照顾小孩前 看病前后、醒鼻涕后 以及上厕所之后 在适当的时间洗手 才可以有效预防病毒感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